都两天了 到现在只找到车 没找到人 而且 你已经把我爸爸的职务给撤销了 你还准备 等他一回来就跟他离婚 你把这些都跟我爷爷奶奶奶说呀 你闭嘴 我问你 谁让你给爷爷打电话的 我是他们的孙女 他们最疼我了 你不听我说 我还不跟他们说 那不是要憋死我 你的意思是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是我逼你爸爸离开家的 是我让他失踪的 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是不是 是 就是你造成的 你还不承认 灿灿 你怎么能这么跟你妈说话呢 这个家 是你妈一手经营起来的 她怎么可能忍心把这个家拆散呢 姑姑你不懂 就是因为这个家 使他经营起来的 这房子 这车 这些家具 甚至包括我上的学校 我爸的工作 家里一切吃的穿的用的都是他的 所以他才觉得自己有权利破坏这一切 他就是这样 你胡说 我没胡说 我早就提醒你 在家里 你不是总经理 你只是我的妈妈 我爸爸的妻子 小舅舅的姐姐 可你听了吗 你老是摆出一副命令的架势 叫这个闭嘴 叫那个闭嘴 什么都得照着你的办 谁受得了你 是 你是给了我们很多 和你给我们的爱和尊重越来越少 自从我住校 你到我们学校去过几次 你参加过哪怕一次家长会没有 我的学习到底怎么样了 我又叫了什么朋友 我每天在想什么 这些你都知道吗 你全退给了我爸 灿灿 我和你爸爸是有分工的 你就是这样 以为你是在赚钱 就可以不用承担做母亲的责任 其实我无所谓 你不管我我还自由呢 可是我爸爸呢 他多可怜 自从小华阿姨来我们家以后 你就再也没给他做过一顿饭 爸爸说过好几次 想吃您做的蒸蛋 您就是不给他做 爸爸生日 我在学校 给他发了一个短信 他高兴地赶紧给我回电话 我问他 爸 妈妈怎么给你过生日啊 他说 你妈他忙 忘了 可您的生日呢 爸爸早早就给您买蛋糕 准备蜡烛 您还不屑一顾 我没有不屑一顾 灿灿 我那天真的是有应酬 反正您总有理 您知不知道 您越来越不像个妻子 不像个母亲 不像个姐姐 您就像个总经理 总是有理 如果一个女人 把她丈夫在外面失踪了 她应该发疯一样到处去找 可我看你一点都不着急 你怎么知道我不着急 你怎么知道 嫂子 小孩子说话你别当真 我当真的 你是急 你急着把我爸撤掉 急着跟他离婚 你就怕影响你的公司 怕影响你自己 你根本就是自私 你 嫂子你别这样擦在城 快跑啊 嫂子你别拉你 你打我呀 你打呀我自私 我就要打你自私 你打你自私 你打你自私 你打你 好 怎么样啊 服装表演不错吧 嗯 挺不错的 你还不想来呢 不是我不想来 我们家真出事了 我姐夫都失踪两天了 怎么找都找不到 你姐夫 就是那天 非得搜查我那胖子吧 对啊 就是她 为她那种人 你还值得担心啊 萌萌 你错了 我姐夫啊 其实是个好人 很好的人 你才错了呢 我那天见了那么多人 只有你算是好人 我跟你说 要不是因为这个 我才不会理你呢 我知道 知道就好 好累啊 好想找个地方靠一靠 我靠你身上行吗 行 没问题 真的 真的 真舒服 软软的 你行吗 行 靠多久都没问题 那靠一天呢 没问题 一年呢 也没问题 十年八年呢 靠一辈子都没问题 那我就 化作一座石像 让你就这么 永远靠着 这就是我的女儿 这就是她给我的评价 嫂子 我 这么大年龄的女儿 都这样 我那个时候 不也不懂事吗 你别太往心里去啊 我 你还不能一样 我 你不懂 我 我 我 也不懂 我 你不懂 老板 她 我 你不懂 你 我 你不懂 他觉得他爸可怜 我从白手起家 挣下这么大个家业 你说我容易吗 记得那年去讨债 我带着他这个小丫头 几天几夜 没吃没喝的 他都应该记得呀 他今天能上那么好的学校 这一年几万块的学费 谁交的 他身上穿的从里到外 从上到下的名牌 谁买的 是我 家敏 是的 嫂子我知道 她我知道 她认为我做的这一切 都是应该的 可我为这个家 为了他 我怎么吃得苦 我怎么受得累 我怎么第三下 去求别人 他都不知道 可我一次没参加 他的家长会 他记得 我一次没给他 爸过生日 他也记得 他都没有给他 他就没给他 我没给他 他就没给他 他就没给他 还要是